库里是如何花光亿万美元呢 他在加利福尼亚最昂贵的社区 购置了一座超级豪宅 内涵定制勇士小屋和虚拟高尔夫球场 耗资3100万美元 随着勇士队牵制大通中心 库里花费800万美元 购得距离球馆2公里的顶层公寓 他还以20万美元 购得最高时速达196英里的保时捷 Turbo 然而曾发生一场车祸 保时捷被毁掉 库里每年花百万美元买圣诞礼物 扮演圣诞老人 为奥克兰的小朋友派送礼物 在NBA 他因乱扔牙套累计被罚款10多万美元 但他在加密货币投资中的损失比这还多 库里在NFT投资中损失很多钱资 花费30万美元购得的十几款NFT 结果损失大半 库里投资了3700万给TSM战队 建立了游戏中心 据说获利超过1亿美元 他投资了电影制作公司 花费1400万美元制作了首部电影 Break 赢得了好莱坞年度励志电影奖 并创下3600万美元的利润 公司用库里的IP已经发展成大企业 然而 库里最大的支出仍然是税务 由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他需要支付最高的联邦税收和富人税 税款累计有1.42亿美元 可以买1000辆兰博基尼